今早的游泳項目初賽 有兩名香港女泳手都以五賽成績盡心決賽 這場女子一百米碟泳初賽排第四線的葵漢拿債其中一位 雖然頭五十米她一直落後隔離第五線的國家代表國墳 但勝在後徑名例 去到最尾十米左右 發力搶前最終以59.98秒的時間 0.25秒的優勢力壓郭凡首先劍詞 以第一名晉身今晚決賽 至於另一場女子二百米自由泳初賽 由下面數上來排第三線的港隊代表汪海淳 晉級過程亦不輕鬆 她在比賽頭四分三路程都一直處於第四第五的位置 直到最後一次轉池 歐海淳先真正發力 在最後五十米 一口氣連追四名對手 並以2分03.65秒首先到終點 以第二名的總成績盡新決賽 同一位 一位 作詞